我们的想法其实就是希望 因为很多麻人都很想要找一个华人的美食 然后他们当碰到什么都不会吃 然后我们进了家的时候 我们也很想念吃那些食物 所以我们就召集大家 然后一起来尼亚哥 然后尼亚哥就一起了 父母明白了解 可能将来的父母 我们这一代以后成为父母 我们孩子长大后 我们可以抱着采放的心态去接受其他宗教 这个也是我们的目的 以后的餐历胡斯林 为了我们这样幸福 对对对 不认为了 既然是一个宗教化了 不用说 有些人们去习家 习家 习家 他还是华人 他不会改变的 我华人还是华人的 不知我们的宗教也叫我们做什么 我们follow 一定的 我们要follow我们的宗教 可是华人还是华人 很像 比如说 建筑华人这个 这个什么 公司 我们还是follow的 我们随家 还是给我们保的 我们还是 见我们父母亲 我们是什么 我们还是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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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也看到你跟他们交流也是 有华语的 然后有广东话的 然后还有福建话 你自己本身是什么 什么机关的 是福建的 哦福建人 所以你是很想 流利的福建话 华人 豆浆饭每次有卖 粽子 这个红皮糕 还有那个 所以其实可能对家人来相似 就也不可以你到底是来自于什么样的 人家 反正那一个 血缘在那一起 这个才稍微 庆祝罗 华人今年 就是学习啊 我们的行为啊 就是我们每天 做的年兽 他其实都会 比在中国的年兽 传统我们为什么要过年 我们要赶年兽 要赶年兽 我们只是为了跟大家 跟家人 幸福在一起 就在一起 比如说 一年都在外边 然后工作很久 然后都没有时间回家 然后借着青年的这个 一个原因 然后我们去 回到家 跟大家吃顿饭 这个是可以的 生命来自我说的很神奇 可以有这样的东西的出现 因为既然在KR啊 槟城啊 JB啊 我们讲说大人是嘛 但是都没有这种 这种所谓的 一个文化节 但是有不同的文化出现 我们不仅是妈妈啦 还有华人青春的食品 所以对双方面都是一个 很好的桥梁 因为我每次也是 就是要推进文化 推进旅游 这样子的东西 祝大家 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 恭喜发财 新年快乐 恭喜发财 祝大家龙年大吉 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生气大卡 在这里祝大家 新年一年龙年 新年快乐龙年吉祥 因为我们马来西亚呢 这个种族之间 会有互相认识 找到一个 真正的一个 马来西亚的健康 祝大家很健康 祝大家健康 祝大家健康 祝大家健康